第1151章元神弟子化 七年 军天因为深渊之心 元神历经结束 修成语化篇章 元神走向得道者的道路 后来 军天探索弟子路 深挖极限天花板 元神前置极限大爆发 从而位列至高前置 全面奠定他的元神根基 纵然军天梳理出了轮回起源 问顶了弟子前置 不过元神状态未曾发生改变 就算是十余前置冒充物质 改造了体制与动虚道府 但是军天的元神依旧处于独立状态 当然了 这些年逢凶化即 元神起道的帮助不言而喻 空偶 在先月之音荡漾的丹药世界 与语化篇章形成了奇异的脉络 从而看到了更深的元神进化道路 军天的元神体形四道虫 金蝉 浓缩着精华 荡漾着军天的意识 魂光 现在元神全面焚烧起来了 预示着死亡 痛苦 绝望 啊 军天都忍不住低吼 痛彻心扉 好似无数个虫子钻到脑瓜子里面 正在啃食他的灵魂 即便军天悟出了轮回奥义 元神的巨变有些承受不住 比西年深渊之心同化他还要凶险 大火焚魂 痛苦莫大 本想要放弃 但是又觉得理所应当 似乎这是羽化登仙必经之路 焚烧元神胎体 烈化杂志 仅以最纯粹的精神意念腾跃到仙界 才能卫裂先斑吗 不 这是虚幻的 虚假的 军天仅仅短暂的精力 以他的轮回到法发现重大问题 元神看似痛苦 实则不真实 这是源自于弟子路枷锁 如果按照刚才的指引尝试 元神肯定要死亡 任何弟子路都是极致艰难与险恶的 更遑论军天在沿着羽化登仙的路子前进 这并非他自己缔造出来的 期间要历尽挫折 嗡 这时间 军天与仙丹融合的更深了 他看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奇景 似乎在观测古老的仙界维度 那是什么 真的是仙界 军天的心神冥冥中争腾 撞落心灵之光划过漆黑大宇宙 向着仙界维度抵零 他总觉得有些不真实 像是魂儿在外太空漂流 至于引领他的归宿之地遥远到了不可及 永远都无法触碰 羽化登仙 魂额中 军天猛的惊醒 原神顿时回归精神石海 期间发现原神快沦为空壳子 显然在探索弟子路上 亏损无穷之大 绝非在羽化登仙 我就是仙 何须登陆仙界去成仙 军天皱眉 这才幡然醒悟 仙界 就是我的精神石海 原神羽化 徘徊在我的精神世界 这才是属于我的根本 军天坚定本心 接连断鹤 震赛了原神枷锁 极致腾越过程中 气冲斗牛 璀璨绝伦 空偶 他的精神石海景象大变 撞落仙界横更 原神遨游在内 无处不在 动静一时间极为离谱 牛魔王早就完成了炼丹任务 甚至期间十来年过去了 竟然消耗了这么长的时间 帝女都不清楚军天在干什么 不过留意到她的精神石海 形成了未知与神秘的源头 不由得惊异 原神弟子了 吃地还有存货 隐藏着其余的天宫 他冷亨 固然他不需要语化篇章 但还是想要阅读 而他清楚但凡走向地子路 其他的环节很容易打通 牛魔王悄无声息接近 传音 说军天掌握诸多古老的宇宙文明传承 不过他只会和他的道理分享 此牛 滚 帝女翘脸杖红 一脚将魔杖的牛魔王狠狠踢飞 牛魔王无比的委屈 本牛容易吗 为了族群后代天砖加瓦 欲要培育亿万第二代 操心受累的 还不讨好 牛魔王暗地里吐槽 到底还是太年轻 现在不去努力开垦种地 未来等待境界持续拔刀 要个后代 扯鸟蛋 讲到这里 牛魔王悄无声息横渡到深空 接近仙宝殿 和五色神牛彩凤秘密优惠 今天的元神不仅走向地子路 并且开辟出属于他魂物质石海 再加上仙丹补充 顺利走向大能级层面 空偶 神觉一时间暴涨 当真正处碰到至高神层面 才能了解这个领域真正的奥义所在 元神轻易横渡星海 自由自在 所向避逆 甚至 随着元神体迅速壮大 到物质浓郁的不像化 缓缓撑开了苍穹 化作宇宙法相 顶天立地 我为大能 军天的心头波澜壮阔 老仙离开前他就推测破关大能的时间 现在元神率先接触了 比预想中的要快 飘了 此刻 正在这里静修的道弦 发现军天的元神侵略而来 他的天灵带内元神藤月 隐约泛着永恒不灭的物质源泉 屈指抵住军天的元神 他欲指轻轻震动 要撼动军天的元神体 惊异的是逼近而来的元神规则 飘渺不定 疑似虚无 不存在 道弦的元神站在巅峰 轰然间打出茫茫无尽的大道匹链 这才震动了军天的元神世界 不过力声的高度不同 想要镇压他的元神极难 尖子 我测验一下 冒犯了 军天也是小事牛刀 元神距离大能顶端有重大悬殊 还需要按部就班撕裂小关卡 步步登天 开始拿我识刀了 道弦哼了一声 将婉卿不禁言嘴失笑 认为师尊的心理不太好受 好在军天掌握成熟的破关环境 道弦很快成为始祖极巨头 等待军天的元神回归 肉身 道府 元神 三大弟子极潜能共振 他显得完全不同了 违规极潜至世界有了变化 轮回之桥更为清晰 犹如画作奈河桥 闪烁世间万物的成长与寂灭 冥冥中 三大弟子极潜至交融 他一似望穿了违规极世界 看到了更为深远的路 难道真的存在 这仅仅是感觉 有迷雾掩盖住他的探索 但是 这对军天的触动极大 大概有可行性 弟子路或许真的不是极限 事实上 弟女研究小琴琴背负的宇宙规则 自身前置壮大 跟着洞悉到了 不过这一层迷雾 远比凿穿时遇更为深邃 不可测 需要不断延续道路 花费的时间与心血极难想象 或许到了最终 无功而返 等待心和仙体他们相继出关 我们一块回归东神州 这些日子你们就不要离开道府世界了 为了防止回归的路上发生意外 任何一位接近祖庭的强者都要进行检测 对此混沌黄他们表示理解 这里毕竟是专属于弟女的世界 期间对于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敏锐发现 在这个节骨眼断然不能给祖庭带来危险 至于七颗九转仙丹 他和弟女分别得到 刀魔 混沌体 鲜河仙体 江婉青 他们四位前置强横的苗子 都得到了 只要原神稳住大能录 肉身撕裂大境界不会遥远了 刷 出现在外面 立身在封神殿 君天使中焦虑 神帝 神圣天使 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成长 他们真的可以完全不当回事 吃出反常必有妖 他们越是静默 君天的警惕性就越高 没有迷失在制高权柄上 甚至 他将列昆安排到兴奋有些日子了 负责蹲守他的化身没有反馈出好消息 目前列昆还在兴奋摸爬滚打 人皇 立身在封神殿的祖庭之巅 照旧抽走海量的祖庭物质 事实上 这些年封神殿内有流言蜚语 十来年过去了 封神殿的祖庭持续虚弱 不见任何镜像 当然是官人皇掌权 谁敢胡言乱语 这些封神殿的原居民族群 只能祷告至高更迭赶紧开始 温神赶紧离开 至于君天抽走的不朽物质 则是以他为核心向着瓦快输送 这些年最起码搬走了上百座神庭的规模 就在君天扫视万界格局的时刻 突然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 世界的格局在他目光所及之处 陡然之间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变化 嗯 君天警觉 三大层念地子路 掌握至高权柄的过程中 洞悉到了常人发现不了的问题 或许因为违规及世界的改变 原神地子路的原因 神觉无与伦比 这一刻 站在封神殿的他 竟然有些不寒而栗 好似 无穷的恶鬼毕竟要开始分食人皇之躯 君天毛骨悚然 以往他发现不了 但是现在才明白一直活在恶鬼窟 第一千一百五十二章旧宇宙投影 人皇金幕 起源界都要因此掀起来滔天巨浪 不过他竭力控住情绪 面孔略显阴沉 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体会到这等感觉了 冥冥中 他的神觉洞悉道 隐藏在幕后的大鳄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 就算是西年的神族弟子的道身 对军天而言都没有什么威胁 更遑论现在他执掌起源界 号令诸神 冠绝一个时代 离谱的事情就这样在封神殿发生 这片权力汇聚的核心之地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隐情 军天认为立身在恶鬼窟 他就是盘子里面的美味佳肴 即将被撕咬的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下 这就是封神殿自古长存的问题 还是从现在开始出现的 若非我三大领域弟子化 根本发现不了这一切 军天神努力隐藏 折服 没有任何轻举妄动 他私父 倘若神圣天使就是江明雪的前身 是否可以理解仅有他遭遇了这个问题 而神圣天使或许不会认为 他可以三大领域弟子化 并且违规及前置世界发生更深层次的变化 从而让他的感知力 飙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等奇异的神觉 特殊的违规及前置层面 带个他的好处 绝非境界可以弥补的问题 究竟出在哪里 军天仔细观测风神殿 连同起源台与风神榜 甚至任何花草树木 连同建筑物都不放弃 无数次的观测 甚至借用了八号战天碑内镶嵌的法眼 但是在军天借用期间 身心震颤 法眼赋予他的视觉 无穷恐怖 似乎超越了始祖级的目光 可以任意观测宇宙星海 军天猛的审视深空尽头 想要看个真切 惋惜这片区域有违规及至宝的规则覆盖 或许全力催动法眼可以看清楚 但终将打扫惊蛇 八号 大概可怕 最终的前置是未知的 可以与鲜卑 招魂盘 天渊剑 归为一类 军天短暂静默 继续扫视风神殿 纵然法眼极致催动 还是没有发现源头在何处 仅仅有神觉尚不自在 好似梦幻一场 军天面孔阴沉 他对自己的神觉很相信 越是难以发现 越是可以感觉到致命威胁 军天将帝女呼唤出来 简要说明 帝女则是簇眉 立身在风神殿 他未曾发觉到有什么不正常 你是不是想多了 帝女来来回回探索 摇头道 即便真的是你我实力的问题 但以牛魔王的洞悉力 长期生活在这里 难道发现不了问题 牛魔王故人未曾恢复到巅峰 不过以他现在的积累 绝对能合金金刚镯这些 违规及至宝较量 或许 与我掌控的万界权柄有关 军天想到了什么 故而他才能感知到不对劲吗 亦或者是完全冲着他来的 嗡 突兀的 军天全身荡漾出茫茫鲜物 笼罩了这片世界 本体立身在最深处 让他震动的事情发生了 神觉上的不自在消失了 千物让我与风神殿分割开来 问题还是出在风神殿 军天沉思 他犹如往常一样在风神殿行走 外人看不出人黄有任何情绪 接下来的一段时日 军天开始紧锣密谷研究 以西年在天神山脉挖出来的大地胎珠 塑造第二分身 毕竟是完整成熟的大地胎珠 储藏的能量精华都超越军天自身 故而培育分身的过程相对于容易 当然期间也花费了较长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心和仙体 他们陆续赶来 一直在等待出发的消息 军天在洞虚道府盲目了五六年 大地胎珠演绎而成分身 缭绕着部分至高神波动 修行到了半步大能领域 好在军天的违规及道路逆天 没有因为境界的关系被影响 两位军天摇摇相对 皆有血脉相连之感 军天的真身继续藏匿在仙物中 分身握住万界规则 代替他执掌天下 不管封神殿存在什么隐患 不管期间发生什么 分身可以代替我掌握大权 更可以为我挡劫 纵然如此军天也未曾松懈 他需要尽快撕裂大能关卡 如此才能抗衡未知灾难 将幕后黑手揪出来 一日 军天启程回归了 残破到公年赋在外出 办事成员的衣袍上 就这样无声无息远离了权力核心 带着一片起源火种 朝着东盛神州接近 来到偏远之地 军天才冲出道宫 全身浩荡着仙物 漂流远去 等待接近东神州 闯入宇宙黑洞中 军天这才彻底放飞自我 我回来了 他忍不住长笑 这些年始终焦虑 从未放开过 现在回归家乡 情绪是无比热烈的 认为来到了绝对安全之地 时隔二十来年 东神州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座冬眠区时刻处于生命复苏状态 各地灵气阴晕 天地精华旺盛 快比得上起源界的富饶大洲了 军天认为再过上百年 这片世界的生命精华多半超越起源界 具备极为高端的环境面貌 纵然远离了纷争 捕持他们依旧充满迅速变强的欲望 张远山开始探索传奇道路 至于他的父母已经临近半步大能状态 军天没有惊动东神州各大势力 机身在仙物中 将他们陆续带走 接着赶往北极大地 回归寒冤 老仙他们离开快三十年了 军天心绪南平 激活瓦快前往祖庭世界 至于他带来的一系列起源者 经历了较为复杂与严苛的测验环节 纵然是原神内核 祖庭的意志都来来回回扫视上百次 确保不存在任何异族波动才进行放行 光 随着朱强降临这片废墟世界 新年的战斗波动依旧在 但是世界的面貌发生改变 源自于祖庭的起源火光在蔓延 原本黑雾弥漫的废墟 现在挥洒着金灿灿的霞光 有了些暖意 以九色瓦快累切而成的祖庭 耸立在远方世界 浩荡出无比浓烈的族群火光 恍惚尖撞落宇宙灯塔 祖庭 帝女御守钻井 望着残破与衰败的祖庭 眼睛泛红 纵然他现在的体现很适了得 但岂能与西年照亮旧宇宙的 伟岸层面牵扯上关系 祖庭终究衰败了 但是精神意志从未改变过 承载着族群上一载的文明火光 带给每一位起源者希望与未来 这就是曾经我们人类族群的最强祖庭 混沌黄霜拳紧握 纵然残破了 但是境界不同呈现在 视觉中的画面是完全不同 凝望祖庭的过程中 纵然是一块破裂的瓦块都散发着让他原神颤里的威压 不由得腾起无尽的敬仰之情 这是一部历史 我隐隐聆听到了喊沙声 看到了西年祖庭建立时刻的艰辛 看到了无穷的强者在抛头颅撒热血 道贤新潮澎湃 他感受到了族群的意志在这里沸腾 像是回归到了遥远的时代 在经历先辈的困苦与磨难 这更如同真实的经历 道贤认为在面临一步活着的历史 这是族群的文明在延续 对于任何大能强者的触动都极高极高 空偶祖庭极致复苏 信仰物质犹如波涛壮阔的大洋征腾而起 显照出旧宇宙格局 大能仰头观望 认为自身是渺小的 这不是纯粹的法则显照 祖庭犹如召唤而来旧宇宙投影 壮落深邃无边的星海在缓慢运行 瞬息兼恐怖亿万倍 这等环境 将晚清彻底失色 认为起源界连同升空 在旧宇宙的投影面前 是无比渺渺小与昏沉的 像是宇宙投影内的弹丸之地 格局不同 带给他们的体验完全不同 纵然这不是最强的旧宇宙投影 不过酝酿出的超级环境 犹如真实的宇宙盘旋在这里 按照规则定律运行 一时间 大能级都暗淡了 认为在宇宙投影内 根本称不上真正意义的宇宙强者 原来这就是环境 棍顿黄总算是明白了 生存的格局不同 自然存在天花板 没有格局无法继续提升 我的孩子们 都去寻找属于你们自己的道路吧 祖庭散发出古老的意志波动 情绪起伏较为剧烈 这是他现即复苏以来 等来的第一批起源火种 他们 都是人族的未来 祖庭无比的欣慰 因为里面有族群两位弟子 还有三位至高近前置的选手 一批八余英杰 部分得道者 从他们的身上 祖庭好似看到了族群稚嫩的生命体 正在茁壮成长 这预示着新的开始 新的起源 新的时代 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牛魔王提醒 祖庭燃烧了九成的信仰物质 开启了旧宇宙核心投影 他们可以躋身在旧宇宙最强的环境中破关 最强的环境 到嫌他们感激的同时 对于族群有了新的归属 并非纯粹为生命起源者建立的祖庭 包容一切 任何人族英杰都可以前往祖庭采摘造化 放眼族群过往的时代 唯有各大修行体系汇聚在一起 百花争艳 才能凝聚成最强的族群大势 展开最为辉煌的成长 一阵斗转心仪 朱强冲向旧宇宙投影 军天的第一直觉 以四例经了上亿载文明 观测到宇宙文明的发展历史 洞悉到了大宇宙变迁与动荡的源头 宇宙的源头 军天瞳孔深邃 三大领域地子化 赋予它完全不同的眼界 可以很直接观测到本质问题 不再局限于某一地 军天望穿了浩瀚星空 凝望着宇宙投影的核心区域 在这里 但凡发生任何细微的变化 都犹如蝴蝶震翅 最终在遥远的宇宙边荒 掀起滔天巨浪 宇宙起源 军天的身影隐隐古老了许多 它似乎盘坐了很多很多年 满身尘埃 壮弱腐朽 审视着大宇宙之变迁 避开无穷的规则浪潮 心灵犹如母舰在投影世界遨游 最终 它沿着无穷的规则脉络 凝望着大宇宙核心 这里 一似宇宙起源之地 清晰的直觉 比日月双轮大道启蒙的过程中 观测到的宇宙天体 还要凶蒙于恐怖 它好像看到了宇宙最可怕的源头 军天认为 任何天体 强者 在大宇宙核心面前注定暗神无光 军天都充满难言的紧迫感 地子路撞落崩塌了 要随着宇宙核心展开新的起源 要随着这片宇宙的起源成长 空 最终 三大地子前置共振 军天的身影在宇宙核心面前 不再暗沉与虚弱 绽放出属于它的荣耀与光芒 同一时间 它的瞳孔更为赤胜了 脚踏轮回之桥 疑似贯通一条路 要深层次于宇宙核心对望 全面解析它的问题 这事 祖庭的意志纵然间震荡起来 大宇宙核心是它缔造出来的 可以洞悉到任何的变化 军天可以观测到宇宙核心 已经让祖庭意志略微震动 不过现在发生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冥冥中 祖庭感应到旧宇宙所在的位置 旧宇宙 像是超级规模的宇宙灯塔 纵然隔着无比遥远的位置 祖庭依旧感觉到了 您说什么 牛魔王吃了一惊 观测大宇宙核心 军天沿着您显照出的宇宙投影 与旧宇宙发生了较为恐怖的感应 这这 第1153张底灵旧宇宙核心 震惊牛表示匪夷所思 对于西年军天凿穿了地子路 他就清楚军天的未来不可限量 他有属于他的道路可以一直走下去 接着就是 轮回先体 轮回道府 融合路显然彻底贯通了 开辟出更深的地子道路 再加上原神地子化 三重领域地子化 交织在违规及前置世界 状态完全不同 可以发现诸多问题 军天已经极为特殊了 他的轮回道路注定独一无二了 成功案例更是难以复制的 不过通过祖停显照出的旧宇宙投影 与真正的旧宇宙产生了强烈的感应 牛觉得在做梦 因为即便是常年盘坐在旧宇宙世界 日日夜夜观测核心区域 想要和宇宙产生感应困难无穷 除非是类似于地先之主这样伟大的存在 可以常年观测宇宙核心 观测大宇宙的变迁 从而预知灾难 但是军天现在还不是大能 仅有原神大能罢了 真正可怕的是 他竟能顺着祖停投射出的宇宙投影 与旧宇宙建立微妙的联系 这需要什么样的跨度 牵扯到了什么样的奥义 难说 祖停散发出一年波动 推测或许和他新年 耸立在旧宇宙核心三千万年有关系 毕竟祖停 可以将宇宙投影完全呈现出来 今天借助这个特殊的世界 从而感应到了旧宇宙 当然 在这些的前提下 旧宇宙没有发生改变 还是犹如以往的宇宙维度 只不过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太难 几乎不可能 但是案例就这样出现了 特别弟女似乎也在感应 空偶 一时间 祖停释放出更为磅隔的物质源泉 累气而成的九色建筑物 发光发热 犹如进行某种献祭仪式 不可 牛魔王大惊失色 祖停又开始献祭了 值得 祖停发出这样的意念波动 当然与上一次献祭不同 仅仅在激发本源物质 欲要将宇宙投影进一步壮大 如此一来 军天借助这个特殊的祭台 可以和旧宇宙更好的建立联络通道 可是 牛魔王心急如焚 距离如此遥远 真的可以观测到旧宇宙现在的核心吗 甚至 观测到了核心 会不会发生某些问题 七年的敌人会不会感应到这片世界的位置 不可能 祖停直接否认了 没有任何族群可以掌握宇宙核心 如果真的有 灾难在刚才军天与旧宇宙形成微妙联络前 敌人已经来了 祖停认为这是对军天与帝女的重大机遇 如果可以顺利观测到宇宙核心 对他们的修行帮助无穷之大 等于在接触巨人力深的高度 空偶盘旋在苍穹的旧宇宙投影无限赤胜起来 都将到嫌他们影响的犹如一群宇宙强者 思绪纷纷漂流在投影世界 探索他们的最强道路 这等仪式与献祭端式离谱 在过往的时代 人族底蕴昌龙 举半驳这等仪式 等待结束可以走出大批得到者 甚至 有概率 诞生久欲至高层面 而对于宇宙强者的成长 更为至关重要 不过以现在祖庭的残破状态 若非军天的体现无比妖孽 祖庭岂能冒险 宇宙起源 军天额骨生出慧根 这是大智慧 大神通的体现 不清楚为何 他在观测宇宙投影核心的过程 军天的精神视觉无限恐怖 这似乎 是投影核心 赋予他的特殊神觉 紧接着 军天的心灵之光 顺眼一照脉络 观测到更为清晰的宇宙核心 他认为 这是宇宙起源之地 与他的轮回起源 似乎有一曲同工的奥妙观测中 军天好似 寄身在大宇宙核心 成为了恐怖无边的宇宙之主 可以通过核心观测 整个投影宇宙的微妙变化 离谱 军天吸凉气 这是祖庭赋予给他的神觉吗 军淮宇宙 目光所及之处 将整片宇宙投影尽收眼底 军天想不通了 这是什么样的视觉 什么样的伟丽 纵然在浩瀚宇宙投影面前 军天是渺小的 但心灵之光与核心建立联系 他如同具备了宇宙掌控者的神觉 这事恍惚间 军天认为离开了东神州 横渡了广袤无垠的破灭海 下一刻 他的心灵之光 犹如坠入了比投影深邃无数倍的世界 感受到了浩瀚大宇宙的无上伟丽 我到底在经历什么 军天震撼的无以复加 他犹如起源火种 在这座孤岛散发出神秘讯号 与旧宇宙的核心取得了联系 心灵之光不受控制 沿着道路接近 深入宇宙 再回首东神州犹如尘埃 距离他已经无比的遥远了 军天的情绪似无比剧烈的 莫非真的来到了大宇宙 心灵之光漂流在星空 沿途中其井无数 一条条星河 一座座星域 一片片疆域 一座座宇宙国度 军天的心灵之光 沿着宇宙边框 跨越了宇宙强者穷其寿元都难以横渡的道路 向着旧宇宙核心接近 那是军天师神 离谱的经历 让他有些回不过神 任谁都会震撼 始祖及巨头都要猛逼 这一刻 军天临近宇宙核心 认为是巨大辽阔的宇宙圆环 囊括亿万星系 格局之宏伟 超出他的认知与理解 各类恐怖的生命星体在发光 代表着万强族群 围绕着宇宙圆圈的边缘区域 排列 运动 暗合宇宙规则之道 这是新的宇宙时代 万强族群的争霸尘埃落定 那些恐怖绝伦的星域之主 盘踞在星体的巅峰 时刻聚那依照生灵的信仰火光 品尝贡品 横骨横强 随着镜头拉近 百强族群更为耀眼了 昌蒙 浩大 因为他们临近宇宙核心的原因 族群将一缭绕着超级宇宙本源 这些区域的巅峰 盘坐在起源台上的身影 根本看不清晰 带着禁忌光泽 像是无穷恒星焚烧起来 空 随着心灵之光以可怕的速度蔓延 像是破灭海散发的讯号 回归源头 这一刻 军天接近了更深的区域 这是石墙族群所在的世界 期间 他的心灵之光什么都看不清晰 那些族群所在的世界 完全就是恐怖的宇宙大黑洞 观测中心灵都要爆碎亿万次 离大谱了 我看到了宇宙的万强族群 百强族群 十强族群 十强族群 毗邻宇宙核心 这片世界的格局是弱小的起源 这无法洞悉到了 即便是一丝的景象都看不清楚 我来到了宇宙核心 这一刻 军天的心灵之光 跳跃过这片世界 抵达宇宙圆圈的核心点 期间 军天隐会觉得 有些古老的存在 似乎发现了他的心灵之光 正在进行观测 然而因为宇宙核心的接引 可以说一闪而逝 消失在天边 就在这一刻 军天接近智核心 很难用言语去形容 它似乎是宇宙的生命圆圈 世间万物的起源与衰败之地 空偶 军天的耳畔闪烁出亿万雷霆 这是真正的神音 是源自于宇宙核心一丝微妙的变化 从而影响大宇宙 眨眼间似乎无量岁月逝去了 巨人挪动下身躯 整个宇宙都在聚颤 这是军天的想法 它在这里 洞悉到了某种伟大的定律 原本它不可能去接触 但因为宇宙核心的接引 从而让它体验 春夏秋冬 轮回地辗转 似乎寒冬季结束了千万载 春季的脚步从宇宙核心进行释放 喷涌 开启了新的宇宙篇章 轮回四季 是新年兽疲老人 为军天亲自演绎出的宇宙文明发展史 它似乎 就是宇宙起源的核心定律 不同于蚂蚁篇章 不同于横教绝学 它有新的起源之道 也似乎是横古旧存在的起源之道 与宇宙的变迁兮兮相关 今天的身心无穷震撼 难以想象这是什么概念 受疲劳人恐怖到了 可以将宇宙核心起源显照出来 让它进行观测 空谋 然而 在它观测宇宙核心的时刻 古老的宇宙世界 难以丈量的宇宙核心世界 猛然闪耀 震颤 那是 各路族群的领军者 纷纷睁开眼睛 凝望着宇宙核心 它的震颤 从而导致大宇宙都在轰鸣 赤水 各路巅峰族群的高层纷纷心惊 地子级的选手陆续起身 眺望核心区域 类似于神行天 胸膛猛烈起伏 状态有些不稳定了 大宇宙 在为谁震颤 怎么会 然而 宇宙震颤的波动 更为猛烈了 因为在宇宙核心世界 具现出军天模糊的影子 它似乎在这里提名 在被宇宙本源法则记录 要留下它的辉煌足迹 但是紧接着 军天的身边 又出现了一道影子 它同样神秘与模糊 像是沿着宇宙边框具现而来的影子 显得无比不真实 匪夷所思 惊天之变 举世瞩目 地子级战场还没有开启 两道模糊的影子具现在宇宙核心区域 是否预示着两位带式 帝子横空问世 空偶 在遥远的宇宙边框 此今仙府冲出无量恶土 有些残破与腐朽 低沉轰鸣着 冲向了宇宙星海 回归新年战斗流血的世界 大宇宙在震颤 两次 老仙感应到了什么 情绪瞬息间低落 一下子衰老了许多岁 他有着难言的苦涩 说不出的酸楚 新的宇宙时代 发展到了帝子路可以频繁问世的格局 甚至大宇宙接连震颤两次 这些年 人类族群到底错过了什么 帝子 不单单是同奸无敌的象征 有渺茫的概率 接触到道主这些巨头的高度 而能引起宇宙震颤 可以让希望变大 老仙的情绪无比的压抑 低落 低沉说着 我们族群也有两位弟子 但是本大仙把他们给搞丢了 第1154张盖世弟子 震颤 两次 庄主他们的亏损无穷之大 纵然他们在破灭海 挖出了大规模的宝藏 凿穿了超级造化世界 历近30年冲出了破灭海 但是一路上显像还生 数次被困在死亡绝地 迷失在破灭海危险区 期间若非有老仙探路 他们早就没了 原本回归了宇宙 他们的情绪热烈起来了 认为新的征程开始了 不过 留意到大宇宙震颤了两次 期间折射出梦幻性的光雨 都要映照在宇宙边荒世界 全部都沉没了 时隔上千万载 各路巅峰族群的宇宙文明 到底发展到了这个层面 他们认为 错失了一段最可怕的黄金成长时期 与大宇宙的文明进步严重脱轨了 情绪变得压抑 绝望的都要低吼 纵然在曾经 人类族群没有弟子 依旧站在巅峰 然而族群的核心都清楚 仅仅是生命起源路的原因吗 错 人类崛起的那段特殊时代 曾经走出了九位盖世无敌者 这才是人族崛起之重点 但是旧宇宙的遭难 人类族群崩塌了 倘若没有弟子选手 未来想要走出伟大的宇宙巨头太难太难 事实上 还有更为绝望的事情 老先没有转告他们 破灭海与曾经真的不同了 更为凶险 可不 未知 原本他认为十年就可以冲击而出 结果花费了三十年 期间还遭遇了生与死的磨难 而且 老先已经彻底和起源界失去了联系 对于未知时常变动的破灭海 想要回归找到军天他们 难度更高 早知道破灭海的环境更为恶劣了 我应该将他们都带走 老先无比的忧虑 一旦等待起源界的事情结束 军天他们渡海离去的路上 恐怕要遭遇重大的翻船事故 前进 出发 奋斗 无尽压抑的情绪中 老先猛的在心里咆哮 残破的先浮猛烈轰鸣着 情绪燃烧起来了 炸裂出低沉与魂厚的金属战歌之音 轰 他轰鸣着远去 向着遥远的宇宙世界横渡 七年 冬眠之前 老先将大部分的宝藏都封存在各大宇宙秘境 认为若是还保存着 挖出来它们可以尽快恢复 期望狗子的动作慢点 老先的目的很简单 短期恢复 回归破灭海 无论花费多大的代价 都要将东盛神周深挖出来 残破的先浮 带着无尽战斗火光 就这样消失在漆黑的大宇宙 倘若老先清楚 宇宙震颤两次 是因为君天与帝女 心里会好受极多 至于宇宙震颤 为何叫震颤 这个谜团古老巨头都难以解说 也很难理解宇宙 为何要这样震颤 毕竟弟子路的成长史无比艰难 历尽艰辛 宇宙法则更要将其磨灭 这是忌惮 还是处于什么原因 但是无论如何 谁都清楚任何大宇宙为之震颤者 都能得到观想宇宙的重大机遇 从而积累出恐怖底蕴 而这等底蕴 是宇宙霸主求都求不来的 因为牵扯到金字塔顶端序列的生物 两道身影完全看不清晰 很不正常 神行天所在的世界 两位巨头相继睁开眼帘 借助族群宝镜观测宇宙核心 始终难以破译出他们的面貌 他们与族群高层交流 最终得到了反馈 答案仅有一个 距离遥远 以特殊的法门观测到了宇宙核心 从而无法具现出他们的大概形态 至于接连出现两位 高层认为有些离谱 放眼我们神族过往的历史 仅有三位弟子引动大宇宙为之震颤 看大宇宙震颤的频率 似乎要持续较长时间 期间他们可以捕获超级资源 未来终将在大宇宙展露头角 我族正在和各大族群沟通 探索掌握弟子露文明的族群 深挖他们是否以特殊的法门 掩盖住族群弟子的面貌 认谁都清楚 弟子在未曾成长起来的时刻 全部都处于保密阶段 因为敌对的族群不惜一切将其轰碎 更何况在弟子战场来临的时间段 各路弟子都要提防灭视横祸来临 长时间的交流 各路族群没有得到任何答案 到底是和我们神族交好的族群在隐瞒 还是和各类宇宙禁区 甚至破灭还有关 听到这些话 谁行天猛地站起来 冷冽到 那座孤岛 有两位弟子 他们握有祖庭 可以显照旧宇宙核心的投影 会不会顺着投影观测到这里 根本就不可能 两位巨头相继摇头 不说人类族群的祖庭能不能做到 但是人族在弟子路的探索道路 才持续多少年 他们岂能有更为成熟的道路 岂能观测到宇宙核心 甚至接连走出两位 正未免扯淡了 毕竟从和起源界传输的情报 可以分析到 新年人类族群虽然研究出了 可以诞生弟子的融合道路 但是因为大宇宙的压制 从而融合路持续失败 但是按照起源界传来的情报分析 古老的生命起源路 融合路 仅仅重启了上百年罢了 这些情报 都是值得信任的 上百年 探索出逆天的弟子路 鬼扯 甚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七年 落小的人类族群 进化生命基因 不断拔刀钳制 已经违背了宇宙本源法则 宇宙 岂能接引该族的弟子 也是 两个渔民 岂能得到如此无上的殊荣 固然如此 神行天的情绪无比猛烈 说不出是极度还是什么 你不用妄自菲薄 如何观测宇宙核心 过往的历史有相对于成熟的答案 有巨头出言提醒 唯有和宇宙运行定律较近的弟子路 才有概率成功 当然 也不能说引起大宇宙震颤 就是无敌弟子了 过往的宇宙时代 才有多少位无敌弟子 神行天有些沉默了 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事实上 帝女纵然出现在这里 但是彼此的心灵之光 无法相互感应 更何况 她们都在全力以赴 观测宇宙核心 去感受 去分析 去观测波及全宇宙的运行定律 那种规则变动 在军天的神觉中 看似漫长 实则很快 非常的快 似乎眨眼间就完成了 但是对于宇宙强者而言 规则从释放到波及宇宙 看似极快 实则是对于宇宙的影响 是无比漫长的 他们的生命都开始枯竭了 这是何等伟大的定律 什么样的动力源泉 每一丝微妙的变化 都可以引发全宇宙的动荡 族群是什么 文明是什么 渺小的不值一提 像是在轮回辗转过程中 这些文明仅剩下一片片尘埃 纵然是极致辉煌的强者 不过是一片渺小的浪潮罢了 在过往的历史长空面前 一切的事物都显得暗沉 恐怖的霸王仅仅照亮短暂的时间点 或许吧 这就是恒叫坚持 掌握时间 道则就是举世无敌的根本 才能去追溯 去探索最古的起源与终结 起源 时间 定律 军天思绪如海 得到宇宙核心的接引 心灵之光无穷之大 瞬息间可以考虑 清除许多未解之谜 军天没有被大宇宙的规则变动影响 反而观测宇宙起源的过程中 去审视自身的道路 什么是轮回 从起源中开始 轮回之桥像是时间拱桥 闪烁万物生灭的光雨 按照这等规则定律 进行死亡与起源 不过 这真的是轮回吗 军天有些怀疑自我了 在轮回的世界观里 众生犹如讯号 从发射到结束 不断的循环 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 依我现在的境界 真的不应该去接触这等格局 如同看清楚某种本质 命贱如草 什么恩怨情仇 在宇宙面前都是冰冷的 军天发出这样的话语 帝女也有极深的感觉 她犹如宇宙的亲闺女 信念这片世界 更是她的孕育之地 她动袭到了更为厚重的宇宙规则 认为持续成长下去 未来终究可以成为宇宙最顶级的巨头 不过现在帝女在思考 甚至私父福天阙的法则秩序 她动袭到了什么 如果按照这等成长 未来是否也难以逃脱终结的厄运 犹如过往逝去的文明 对应着她彻底纪灭帝子路 这个世界 真的有横骨不灭的强者吗 真的有持续照亮历史长空的巨头吗 答案似乎没有 什么是帝子 什么是超脱 我为何要遵循运行的定律 掌握唯一的秩序规则 岂不是做好的选择 今天和帝女都在思考跳脱出去的问题 或许是因为接触了福天阙 也或许因为想到了 新年活在牢笼中的神族弟子 那么 未来违规及世界的探索 可以沿着这个方向 摆脱宇宙的运行规律 去彻底掌握自己的人生 今天有些豁然开朗 在这等大格局中 接触的层面完全不同 不过 总觉得 宇宙核心存在某种值得深究的问题 更迭的定律是否太短暂 巨人还没有成长起来 已经覆灭在摇篮里面 军天突然发出了疑问 紧接着摇头 这是大宇宙的规则定律 如果认为不理想 未来就要去改变它 不过军天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也似乎生出了质疑宇宙的念头 大宇宙核心与它的联络 陡然间中断 它像是折线的翅膀 心灵之光要在这里全覆灭 军天有恐慌感 它要将了解的内容带回去 这对它的人生将要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然而它的心灵之光 在这片世界犹如度过了无穷岁月 即将彻底消亡 最终在心灵之光溃灭的过程中 祖庭 耸立在破灭海 犹如宇宙灯塔 为族群年轻的起源者们 搭建出来一条心灵之光 可以回归的道路 咔嚓 地女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或许吧 她们都是逆天者 都被宇宙本源秩序不容 却致以等于再挑战宇宙法则权威 触碰到了禁忌 就这样 大宇宙不再为他们震颤 去陷在这里的影子 缓缓消失了 哈哈哈哈哈哈 留意到这等变化 谁行天忍不住大笑 这才多长时间 就这样结束了 各路巅峰族群都沸沸扬扬的 这貌似是大宇宙为弟子震颤最为短暂的两位倒霉鬼 有些巨头敏锐觉得 是否借用了外物手段 否则何至于如此短暂 纵然相对于短暂 不过已经很了不起了 有强者不认为外物可以影响宇宙核心与之建立 发出感慨的话语 过往的时代 那些盖世弟子 谁能比肩 黄昼 昼语 地雀 冥冥中 大宇宙核心有些静默 回想到这些曾震受古今的名号 极致的辉煌 盖世无敌 恐怖到了让同街颤抖 曾经 他们都有打爆弟子战场的案例 那是古来最强的弟子 盖世称尊 在过往的宇宙留下最浓厚的一笔 新的时代来临 弟子战场欲要开启 在未来的一段时代 断然可以走出能比肩 他们的盖世弟子 各路掌握弟子路的族群不再沉浸 璀璨的盛世即将来临 大宇宙快要七风雪雨 或许数十年 也或许数百年 千万载的瓶颈将要打破了 这等战役倘若拉开帷幕 将要预示着若干年后 宇宙核心的格局 将要因为他们 从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写 第1155章问鼎大能 破灭海 起源界 东盛神州 祖庭耸立的世界 盘旋在苍穹运行的旧宇宙投影 隐隐在暗沉 等待君天与弟女的心灵之光相继回归他们的精神石海 好大功成这才宣告结束 若非祖庭对旧宇宙无比了解 他难以为他们的心灵之光指路 从而失去得到的宝贵经验 祖庭更为衰败了 暗淡无比 估计与沉闷 虚弱的要昏沉 祖庭 您现在怎么样 牛魔王无比忧虑 刚才在接引他们心灵之光回归途中 祖庭在一次焚烧 化作宇宙灯塔牵引族群起源者回归 这期间对祖庭的亏损极大 犹如破裂的瓷器 遥遥欲坠 牛魔王感到了心酸 本就伤残了 现在还要通过献祭一事 确保君天与弟女得到的内容完整回归 然而 在祖庭抑制昏沉的前夕 留意到这批新的起源火种 到贤与混沌黄即将撕裂十足及关卡 刀某问鼎了九玉至高路 这一刻 他无比的欣慰 我们族群有两位弟子 大宇宙为之震颤 纵然短暂 但是值得骄傲 值得刻露在我们族群的历史上 祖庭发出这样的意志波动 一把心酸泪 水解其中位 在过往的宇宙长空 人类部落 历尽无穷岁月这才成长起来 他们依靠的是什么 弱小的人类通过生命进化体系 展开生命起源 从卑微弱小的生命低层文明发展到恐怖层面 这是艰难与辛酸的过程 最终 人族位列大宇宙核心 然而看似极致辉煌 失责被巅峰族群质疑 嘲笑族群没有弟子 为此人类族群和许多古老的宇宙文明传承失之交臂 即便是暗中掌握这些遗址 没有弟子为钥匙无法开启 甚至弟子战场 更没有人类族群的身影 这一系列的问题 岂能和第一族群挂钩 族群高层历尽无尽岁月的研究 期盼 渴望通过融合路实现前置突破 从而走出全新的弟子 今天的弟子路纵然是特殊性的 不过人类族群的确出现了弟子 这预示着文明前进了一大步 祖庭强称者未曾沉眠 依靠起源界为人黄散发的信仰物质 艰难之称 他不想继续昏沉了 想亲眼看着这些起源火种展开成长 最终渡海离去 重新回归宇宙舞台 延续文明辉煌 有些暗沉的宇宙投影世界 将晚清他们进步神速 纷纷在这片超级格局中 洞悉到了属于他们更深远的路 无量 张远山脉步走向传奇 他是无量道法的掌控者 现在观测宇宙星海 收获相对于离谱 小琴琴背负的宇宙脉络更为深邃 疑似发生了改变 通过汲取旧宇宙的宇宙秩序规则 加固自身的规则脉络 道某问鼎九域 混沌体极致爆发 他顺利观测到了宇宙混沌状态 认为在世间最可怕的环境成长 还有混沌先门这些势力的大能 能在起源界这等格局中 未列大能级 说明他们的悟性都相当了不得 借如今攀登到大能绝颠 看到了更为深邃的路 看到了寄身在宇宙的伟大路线 新潮澎湃 认为始祖路有望 特别是秦摩 融合了大能分身 和体树修成 底蕴无限恐怖起来了 如海生机再荡漾 距离到贤与混沌黄的距离无限缩小 翁 军天全身光泽闪烁 体如宇宙般深邃 五脏六幅闪烁出轮回脉络 在观测宇宇宙核心的过程 军天的收获极为离谱 看得比始祖巨头还要深远 还要漫长的伟大成长路 纵然未曾长时间观测大宇宙 但是对于军天现在的境界而言 足以 军天犹如巨大的熔炉 汲取大道养分 壮大自身的轮回底蕴 半年后 它在石域枷锁中重新开天 空偶 为规及世界共振 神秘叵测的虚无之海 疑似轮回的发源地 轮回的源头 折射出梦幻性的光辉 淹没石域世界 茫茫的迷雾全面散去了 原本这里神秘与未知 现在将一切尽收眼底 这是属于轮回的世界 时刻荡漾着世间万物生灭的光泽 简而易见 石域变得真实 带给军天的体验完全不同 这片砖属于军天的轮回起源之地 按照旧宇宙核心的运行定律 梳理出属于轮回的定律 蔓延出恐怖的影响力 翁 过程中 石域辐射出规则变动秩序 以九片违规及世界相继关联 石域 即便是荡漾出的一缕微弱的规则变动 促使着九座违规及世界翻天覆地 这也是全面的贯通 空 军天全身神光暴涨 撞落轮回道祖 发现石域贯通的时刻 弟子前置不需要激发 无时无刻立身在这个层面 贯通的石座大域 违规及世界更为真实了 看起来不像是源头了 犹如他的肉身 他的根本 身影变得伟暗了些 又进步了 帝女同样也是 牛魔王认真观测 军天传奇圆满层面 道运滚滚 时而内敛 时而散发 收放自如 如行云流水 牛认为 军天如同真正的轮回源头 举手台族间改天换地 煞时间可以复苏最恐怖的战斗力 撕裂鼓来强敌 检测 军天在传奇的体现 已经超越了族群的记录 甚至拔高了一大截 祖庭可以在这里分析出军天的状态 接连打破族群对传奇层面的极限记录 甚至 军天体内的轮回脉络 具备了磨灭大能的伟力 击败与磨灭 完全是两个概念 例如始祖及巨头 最可怕的是体内沉淀出了永恒不灭的物质 大能想要借助宇宙规则将其炼死 几乎没有什么希望 传奇轰杀大能 在过往的宇宙自然有真实的案例 但是大能压制始祖巨头 有希望 但是大能不依靠禁忌绝学 轰杀始祖巨头 概率极低极低 探索地子路更大的好处可想而知 掌握种种可怕的能力 去威胁比他们高端的生物 空偶 军天全身脉络增腾而起 猛烈转动间 形成了更为深邃的轮回之桥 横更在苍穹 至于地女的显照和她不同 极致复苏过程中 宇宙脉络藤月 交织而成宇宙天体 犹如缩小版的宇宙核心 当然地女已经走上了属于她的道路 不再局限于天生天养的前置 看起来凌冽又超然 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完美驾驭 来 地女的束手划过虚空 推动恢弘的宇宙天体 壮若浓缩的小宇宙 向着军天俯冲而来 身面又坐腰了 军天自然起身 晶莹黑发披散在腰部 雄姿射人 如神似魔 这一刻 她的大手缓慢向前推动 轮回之桥底在前沿 与宇宙天体猛烈撞击在了一起 一瞬间 天地间被各类璀璨的光撕裂了 事实上 她们对决的时刻 将晚清她们复苏观战 认为两位弟子在这里简测自身 千载难逢 值得铭记 原本军天与帝女各自推动的秩序 看起来相对于普通 简单 似乎化繁为简了 结果撞击的时刻 汹涌的波动猛烈浩荡起来 天地轰鸣 一切都在翻转 像是新的起源浪潮滑过升空 无比的赤胜与压抑 刀魔这位新进的九玉前置选手 忍不住发颤 她都要可选 认为在面临可以捶爆同街的面试海啸 她们对轰区预见射出的神光 足以轰杀大片传奇 非人类 大能都失色 这等离谱的碰撞 她们感受到了死亡威胁 毕竟这不是什么神通道法 仅仅是传奇道路的规则显照 撞落两众大宇宙在相互轰击 巨响连天 惊人发呆 传奇真的是严重落伍了 在军天与帝女面前不再高高在上 犹如被贬为了凡俗 这就是弟子路的恐怖 超然 足以碾压的同阶绝望 劈里啪啦 都有古猎声传来 帝女与军天她们时常共修 对于彼此都了解 自然全力以赴 测验出真正的战力 结果 军天全身劈里啪啦的 肉身崩出了大片的裂痕 轮回仙体看似要爆裂 画面让人颤立 传出去谁敢相信 举世无敌的人黄 在接连恐怖的大碰撞中 疑似被击沉了 那是 袁黄心惊 帝女也遭遇了危机 寄出来的道路 宇宙天体 浓缩着海量的脉络 结果轮回之桥撞击而来的过程 宇宙天体崩坏一片区域 烂掉了 虽然帝女的本体未曾受损 但是他寄出的弟子鹿被震碎了一片 帝女的肉身未曾受损 军天的肉身 他们接着观望军天 肉身看起来破裂了 但是洞虚道府依旧璀璨绝伦 化作刻露着粗糙法则的巨型命轮 吃地的进步太快了 帝女撇了撇嘴 轮回 刚才制衡了她的弟子鹿 看彼此的伤势 军天真的败了吗 唯有祖庭和帝女清楚 帝女是天生天养的 她的生命前置 是极致恐怖与无敌的 很难找出超越者 但是军天的肉身 依靠的是生命进化体系 毕竟是一介繁体 纵然因为食欲枷锁 体质化作轮回先体 不过本质上与帝女存在差距 当然 帝女很清楚 生命起源路需要后积薄发 境界越高 生命体就越是强大绝顶 特别随着弟子前置持续加深 轮回先体的前置不可限量 军天更为警觉 猛烈的室内险些 击沉她的身躯 轮回脉络 全覆盖肉身 即便是血液都要全覆盖 军天养伤 闭关 接下来 她观想宇宙核心 研读诸世道 梳理肉身 相继贯通的食欲世界 研究小情情几倍刻录的宇宙脉络 时间就这样流失 祖庭显照出的投影 整整维系了六年 最终全面散去了 终于 在半年后 军天复苏 撞开大能关卡 都未曾徘徊在半部大能领域 就这样粗暴破关 第1156章大祸来临 自从老仙渡海离去 算算时间都快40年了 七年 军天仅仅为猎神级巅峰 转眼间这些年过去 成长速度当真骇人听闻 不过算上在帝女道宫里的时间 大概上百年流逝了 上百年的积累 帝子路深层次探索 军天做出了非凡成就 就宇宙为之震颤 极致的辉煌与荣耀 这更是军天第一次离开这座孤岛 观测宇宙星海 格局之大 超出他的欲辜 看到了宇宙规则定律 让他的内心世界久久难以平静 军天时常感叹 有些层面最好不要去接触 岁月无情 真正无敌的违规及道路到底是什么 各路巅峰族群都在探索 定位都不同 当然 军天撞开大能境界 自然有着极致恐怖的 帝子大节显照 大能层面的雷阀已然极致霸道了 现在军天在贯通食欲的情况中 招来的雷阀庞大无边 动辄可以练死大能强者 事实上 道弦他们早就可以撕裂境界关卡了 不过始终压着 想要经历军天的结束 那些漩涡内恐怖无边的投影 犹如宇宙禁区 更像咬碎沧海的恶兽嘴巴 带给他们异常惊悚的体验感 以军天的强硬都接连遭遇重创 肉身时而千疮百孔 需要弟子路前置维系他的状态 这一刻 军天更加明白生命的本质 即便是在强盛与无敌的前置 失去了肉身 没有了立足根本 一切都是一场空 这场雷阀对于军天而言 更如同某种涅槃 熬过去生命层次就可以激发出更为可怕的发展空间 至高的生命体 前置实现了后积薄发 欲要和天地势比高 这是军天渡截完毕后的话语 纵然伤痕累累 气血衰败 但是他的体内有蓬勃的生命前置在喷发 生命本质完成了重大改写 至高神曾念的生命体质 轮回先体更加显得真实了 可以审视到自身的生命 撞入贯通苍穹的巨树 欲要刺破星海 延伸到宇宙星海 噼里啪啦 军天全身雪光蔓延 疗伤的时间有些长 生命体积越是磅薄 休养花费的周期自然不同 更可以感受到这片世界的贫瘠 成长 注定越来越缓慢了 它像是黑洞在这里焚烧 掠夺稀薄的生命精气充能 事实上这些在他眼底看似微弱的生命精气 都可以形成能量风暴 绞碎诸圣 这些世界已经难以供养我了 或许盘踞在宇宙核心的巨头 超级规模的宇宙本源都极难供养它们 故而要汲取依照生灵的信仰物质 军天养伤完毕 境界站在了至高神两重天 推测下一次破镜 按照现在吸收能量的速度 大概需要数百年 数百年 军天极度无语 若是在这里折服到大能巅峰层面 始祖极层面 鬼知道需要花费多少年 除非 他可以在这里隐忍数万年 等待至高更迭再一次走出 然而时间跨度太长了 军天在成长 旧宇宙的弟子同样在成长 至今军天都没有遗忘 曾经这片废墟爆发的大战 那些立身在通道尽头的无上生灵 言称人族落伍 属于弟子级的时代已经来临 军天岂能甘心在这里耽搁数万年 又岂敢懈怠 唯有在极致昌龙的宇宙环境中 才能彻底爆发出他的前置 继续修行 军天闭上眼睛 深层次探索弟子路 至高神状态中 军天看到的画面更为不同了 相继贯通的时域世界 疑似凝聚成了一个大世界 一界 军天皱眉 境界体现不同 违规及世界跟着改变 时域撞落陆地板块 融为一体 看起来像是轮回大界 当然看似一个整体 实则这些板块 都有不同的体现 对应各种违规及道路 轰 轮回之桥 横贯时域世界 他显得古朴 幽深 像是跨界桥 通往时域的极限地界 极限天花板彻底贯通 犹如曾经军天立身在至高境 无拘无束 一层迷雾 等待军天深邃的瞳孔向着镜头凝望 恍惚间看到稀薄的迷雾 像是一层薄膜 影响他的实现 看不清内部有什么 军天尝试延伸轮回之桥 向着明雾世界跨越 然而任由他如何努力 那片世界都是完全虚无不存在的 真的有十一域 好像真的有 凿川的路上 让我的神觉有恐慌感 好似在面临不可触犯的禁忌世界 军天身心震动 地子路不是极限 还有十一域 如果他将这些告诉祖婷 祖婷都难以置信 只不过这仅仅是他的预感 这片完全看不清晰的世界 有可能是真正的虚无 也可能真的存在 军天研究了大半年 都没有发现凿川的路径 原本想要和地女深入交流 不过发现他们都走了 万道冰腾空 言称地女她们都离开了 说是去研究破灭海 另外到咸河混沌黄进化到始祖极层面 在他们渡劫过程中 万道兵收获了大造化 因为他们在相互假打 由牛魔王进行指挥 另类祖结 两轮始祖极大结 两次起源母海显照 万道兵收获了大量的永恒物质 连铜斩神剑都得到了更好的补充 万道兵体内的违规及质保脉络更为耀眼了 当融合生命种子的核心源泉激活瞬间 打出了违规及质保层面的战力 另外 还有元皇他们则是回归闭关 想来破大能路已经很接近了 帝女和小情情自然破开了 军天惋惜的是没有经历他们的弟子雷伐 也错失了观望起源母海的机会 军天没有急于离去 神情变得凝重 观望精神石海 审视横叫传承 以无上神觉去接近 去感应 纵然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不过感应到了大道启蒙的吸引力 空 以似刀光 承载时间 带着毁灭 斩在他的精神石海 永恒不灭的刀光 仅仅在他精神石海闪烁 大道启蒙结束了 我死了 这是军天的第一感觉 他真的觉得已经死了 大道启蒙与日月双轮完全不同 深不可测 看不出端倪 连有任何文字 仅有无尽的毁灭 像是可以展报上仓 祖庭散发出一面波动 军天在干什么 他扑捉到了一闪而逝的禁忌波动 造化 机遇 我们族群的弟子 有着一段可怕的经历 这是与古老的宇宙文明 牵扯上关系了吗 祖庭恢复了些许 翻腾着情绪波动 他的人生注定不同 半年后 军天认为他死了 现在又活了 刀光的震慑力太强烈了 像是烙印 明刻在他的灵魂上 去探索却发现不了任何踪迹 大道启蒙已经结束了 军天实化了 认为被横交生灵给坑了 以他的悟性与神觉 都没有洞悉到修行篇章 仅有感觉 很微妙的感觉 军天一脸深沉 认为等待这等微妙的感觉消失 就彻底与横交传承师之交臂 他有暴跳如雷的冲动 紧接着更是叹息 横交生灵走得如此潇洒 或许觉得他亚根学不会 我该走了 军天无奈起身 临行前 祖庭传书一段重要内容 七年 祖庭感应到大宇宙的方位 这对于未来度还很重要 现在就可以观测宇宙距离破灭海的方向 不过破灭海是时常变动的 下一次变动如同晚一些 他们顺着方向渡海 离开的希望极高 甚至祖庭表示 以他现在的积累速度 百年内可以开启具备宇宙能量的成长世界 百年 军天看到了希望 但是忧虑的是 他担心老些回归搜索它们 倘若祖庭散发的族群火光谈不上农烈 老仙根本无法观测到祖庭所在的海域 如果渡海顺利前往宇宙 以目前大宇宙的状况 老仙他们都要折服在暗中 未来很难相遇 念及于此 军天神情冷烈 不想这样被动折服 以他目前的战力 偷渡到深空 盗取部分盗筒的起源台物质 谈不上太难吧 军天说干就干 横渡离开 一路上带着浓郁鲜物 回归起源界 刷 军天神不知鬼不觉出现在封神殿 他的分身始终静坐在祖庭上 代替他掌控万界格局 原本 军天准备以全新的面貌 再一次审视封神殿 搞清楚问题的根本 只不过他刚刚来到这里 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竟然又来临了 军天身心震动 他目前隐藏在鲜物世界中 上一次分明和封神殿划清界限了 更何况他立身在大能领域 鲜物更为浓郁了 然而他始终没有摆脱 简然是因为境界的原因 现在他洞悉到了隐藏更深的大祸 一直笼罩着自身 像是无法摆脱的命运 今天的神觉一时间暴涨 立身在茫茫鲜物 脚踏轮回之桥 逼此路全面盛开 审视着茫茫万界 最强层面的观测 依旧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找不到真正的源头 下一刻 他启用八号法眼 金色法眼完美覆盖在他的眼瞳上 洞悉力暴涨 起源界都在他的眼底都在缩小 军天反而没有任何高兴的情绪 则是异常惊悚 大祸临头了 军天起了一身白毛汗 看到了起源界背后的恐怖景象 第1157章与圣皇对话 八号法眼赋予军天的视觉当真是强盛无边 当然他认为这绝非八号法眼的巅峰状态 开启法眼的强弱 取军天的境界与修为 公 军天眼同界射神光 审视着在他眼底无限缩小的起源界 欣赏到了完全不同的风景 原本起源界与升空 有着相应的联系 紧紧隔着一片星空 现在他发现完全是错误的 起源界像是升空脚下的悬崖 孤岛神秘牢笼 升空如同起源界的主人高悬于世 格局上来看 升空犹如冷酷的帝王 监管茫茫万界的一举一动 似乎连至高更迭都在他们的掌握范围内 当然这些还是次要的 真正让军天毛骨悚然的是 升空之下 壮落悬崖的起源界 投射出无穷无尽的白色丝线 这些丝线 即便是大能异或者是始祖极巨头 都无法发现 然而掌握万界权柄的他 清晰洞察到亿万兆的丝线 延伸到风神殿这里 全覆盖这片至高权力机构汇聚之地 整座风神殿 都被这些丝线牢牢束缚住 如同将其给绑架了 然而 这些丝线的源头 全部都指向军天 军天屁股发寒 认为万界犹如巨型恶鬼 时刻张开雪盆大口 随时可以将它吞噬的连骨灰都不剩下 军天竭力控制自身的情绪 认真审视中又认为不对劲 因为这些丝线的另一端 连接的是起源界的众生 因果丝线 军天敏锐洞悉到了什么 众生供奉他 朝拜他 传递出愿望想要满足 故而产生了因果 但是 这就是军天不寒而栗的问题根本吗 军天无形中和起源界捆绑在一起 与众生捆绑在一起 成为了操心兽类的最强打公仔 当然 众生信仰供奉 他理当做出功绩出来 但是这等绑架让他犹如背负了亿万大山 喘息都困难了 不对 不单单是这样 军天神目如电 身影隐藏在鲜物深处 发现可以与因果丝线隔开 只不过 现在他的分身代替他与因果丝线相连 可既然分身代替他挡劫 为何现在还是不寒而栗 空偶 军天的元神极致焚烧起来了 魂物质本源都爆发了 弟子化的元神发起狂来 将八号法眼激活到崭新状态 法眼潜在的神威猛烈起伏 疑似立身在宇宙之外的洪荒巨龙 缓缓抬起眼帘 审视变得渺小的万界 这一刻的军天如遭雷击 他看到了一根又粗又大的因果丝线 无比的模糊 过往的他始终没有发现 现在在超级层面的洞察中 这根粗大的丝线 比亿万兆丝线组合在一起还要恐怖 军天身躯猛烈轰鸣起来 这使人自于肉身本能 在抗拒因果丝线的笼罩与吞噬 想要摆脱困境 空偶 军天一旦大发神威 古老的风神殿隆隆作响 影响了万界众生 一时间众生惶恐 纷纷看到立身在风神殿的至高身影 震荡着无边的神威 正在仰头观望珠天 好恐怖 传奇瑟瑟发抖 清晰感受到庞大的威压 原自于立身在风神殿的影子 如同真正的万界主宰 气吞星空 那是 远在魂陀大能的领地 静坐的圣皇叔的睁开眼帘 观望风神殿 直觉告诉他 军天仰头观测的区域 就是他一直在暗插的源头 起源界最真实的一面 角龙黄盘卧在这片世界 对于圣皇突然间的变化非常困惑 在他的认知中 圣皇沉稳 锋芒内敛 但却雄才大略 铁血手腕 现在的圣皇更为强大了 残念壮大 另类复活 事实上 以圣皇曾经的残念 无法延续 但是偏偏魂陀大能手段精士 硬生生镇守住圣皇的残念 并且他为有盖世底蕴 以原咒石这颗塑造最强分身的材料 为圣皇重塑胎体 从而让其活到第二世 见如今 圣皇沉睡的战役在无限汹涌 时间像是回归到了远古末年 背后呈现出茫茫战火 都要焚尽深空 人皇到底是如何发现的 圣皇深深的忧虑 人皇之变 大乱他的规划和部署 只能证明 现在的人皇是另类的 强硬的 圣皇心情沉重 向着封神殿走来 所过之地 皆有魂陀大能掌握的世界 将其笼罩 彻底与其原界完全分割 真正的源头 我不应该观看 好奇心往往害死人 这因果思现更存在问题 我一旦观望 立刻被洞悉到 封神殿 人皇覆首而立 冷冽的瞳孔审视着诸天 认为肉身刚才本能的反应 断然惊动了大祸源头 但是这天 值得并非星空 绝非升空 起源界的上空 有一层谁都无法发现的迷雾世界 遮拢了真实的起源界 粗大因果线的源头 从迷雾深处延伸而出 与它相连 任谁被这样监管 针对 情绪上都是难以接受的 更何况是起源界的主宰 君天纵然无法望穿迷雾世界 但是因为因果线的原因 冥冥中可以感知到 那片世界极致的危险 他隐隐聆听到了铁锁碰撞之音 时间像是回归到了心坟 认为地狱饿鬼正在举办盛大的狂欢晚会 而君天下一时认为 他成为了狂欢晚会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君天双拳紧握 体内杀意滚滚 也能忍受这等羞辱 这是在养骨吗 很想走向冲上去凿穿迷雾世界 看个真切 但是多次君天都驻足在原地了 面孔阴沉 认为即便没有观测到迷雾世界 但或迟早要逼近 气思极恐 这和祖庭的遭遇有些类似 倘若没有发现恐怖与未知的敌人 可以无声无息来到他的身边 将其给绞碎 刷 猪的 地平线尽头 一道完全模糊与神秘的影子来了 君天的目光扫视过去 认为是不存在这片世界的特殊时空 来者像是走在世界的另一面 仅仅可以看到大体轮廓 圣皇 君天感知到了什么 心神沉重 看来圣皇这些年隐藏在幕后 大概和这件事有关系 翁 圣皇掌握的世界投影 同时间覆盖了君天 始祖极层面 与世隔绝的时空中 君天望着走来的身影 认为是小宇宙在转动 蒸腾着浓烈的永恒物质 他心惊 跟着想到了什么 圆宙石 圆宙石 具备宇宙石的特性 他曾经听起老仙提起过 这是锻造最顶级分身的材料 一旦催熟犹如独立的宇宙 前置至强制罢 仁皇 你现在的变化 超出我的预估 远古年间荡平天下的圣皇 以及现在震慑升空的人皇 就这样在这里相遇了 传出去断然识破惊天 此刻君天发现 在圣皇掌握的世界笼罩中 隔绝了粗大的因果线 看来明早就发现了问题 君天怀着沉重的心情走来 他预料未来会很难 但是没有想到困难到了现在 才发现真正的起源界 具体我不清楚 正皇道 残念复苏 看到我的传承之地覆灭 当年发现不对劲了 这些年 我更在暗中探访 故而始终没有露面 可是我没有想到你洞悉到了问题的根本 正皇说道 曾经 我登陆仙界之前 发觉到了这片世界残存着某些问题 奈何期间没有没有什么 曾经就有了 君天眼底神光四射 这个结果超出他的预料 原本他觉得是神圣天使暗中搞鬼 没想到圣皇曾经就经历了 难说曾经我发现的问题 是否和你发现的相同 正皇也有诸多困惑 道原本想要等待你成长起来 我立身在始祖及巅峰领域 联手探索 没想到你所在阵营的变化 这些年如此之大 正皇了解破灭海 也猜测到了老仙他们渡海远走 从而失去了强缘 但是让他动容的是 君天的成长速度太快了 已经位列大能 更洞悉到了大祸源头 我们 还有多久 君天目光冰冷 未知欲视着恐惧 已经出现端倪 不清楚 圣皇跳往天边 道 人皇 你对你的人生 如此评价 幸运 君天转眼间回应 为何会如此果断 圣皇惊讶 不管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成就 我最值得庆幸 最感到幸运 最值得追忆的 并非过往缔造出的辉煌 君天望着破灭海的方向 道 西年 走向修行路 是我一路成长起来的最大底气 圣皇无比的意外 成为修行者的机会 这个愿望对于各路道统而言 微不足道 不值一提 但是对于曾经的人皇而言 那是奢望 是发自内心的咆哮 真正改变他人生的里程碑 一切从接触祖庭开始 其间纵然是坎坷的 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把握住了渺茫的机遇 殊死勃杀 最终成为了威慑天下的人皇 不忘初心 这很好 圣皇眼底尽显岁月沧桑 您对您的人生如何评价 君天好奇 卑微 圣皇语气低沉 君天身躯有些僵硬 或许和旧宇宙的格局比起来 和地先知主比起来 他们差了很多 但是圣皇的过往 是卑微的 只不过 当君天想到活在孤岛 不由得沉默了 他们都是井底直挖 见如今 他们的人生命运 更在被操控 若非八号法眼 君天依旧无法洞悉到问题的根本 内心忧虑的是 毫无准备 太突兀了 在你过去的人生中 有没有发生过特别大的变动 圣皇问出较为奇怪的问题 变动 君天皱眉 思绪回归到了北极大地 从街处祖庭 遇到庄主 遭遇今宵 冬眠破局开始 他的人生就这样全面展开了 君天经历了许多的生与死 东神州的人亡也好 起源界的人亡也罢 如果说影响他人生最大变动的 自然就是瓦快了 瓦快的职务 帮助他接连党劫 新年东神州最终一战 没有银色花蕾绽放轰沙王级 他还能活着吗 如果没有花蕾植物 隔绝心坟的冷物质 他能梳理出最基本的轮回概念吗 源自于东神州的机遇算不算 君天回应 东神州自然排除在外 看来你对于你的人生 合情合理 圣皇猛的出言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在起源界的经历 你的过往 你得到的东西 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空猛 随着圣皇的话语刚刚落下 恐怖的音爆声陡然传来 未知源头震荡起来了 唯有极少数的强者洞悉道 滚滚迷雾笼罩了整座起源界 自充满迷雾的牢笼 深空下的矮小悬崖 至于在牢笼世界内 闪现出一只巨大而又新红的树叶 建设寒光 影响的整片起源界都在瑟瑟发抖 第1158章活在牢笼中 起源界各地轰鸣 发抖 无尽的山源都要倒塌 拨及了所有的古界与道统 惊天之变令人恐惧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影响整座起源界 满世界的天道法则都黯淡了 一层层明雾铺天盖地的 壮若恐怖的巨手攥住了起源界 要将其彻底捏爆 众生的情绪惊恐到了极点 汉毛根根倒树 总觉得要死亡 犹如车伦碾过他们的心脏 欲要行神俱灭 人黄 他们忍不住在嘶吼 绝对宇宙末日来临 渴望人黄平定战乱 力挽狂澜于祭岛 扶大厦之将倾 轰偶 举世轰动 一万兆因果斯县浓烈了一大劫 汹涌汇聚向封神殿区域 都要显照出实质性的景象 向着人黄传输他们的愿望 然而他们汇聚而来的信仰因果 分身难以承载 那大地胎珠凝炼而成的胎体 恍惚间要塌裂 炸毁 众生的因果 对于分身而言太过沉重了 它的身躯不由得冒血 都无法移动 无法抗衡 这是一幅恐怖的画面 军天和起源界彻底捆绑在一起 被血淋淋的镇压 任由他神通广大都无力解决 发生了什么 满世界轰动了 人黄疑似要暴毙 这是遭遇深空强者围裂了吗 各大势力的强者惶恐难安 自从封神大战终结 人黄继位开始 这些年起源界和平共处 认为有数万年的和平期 结果 不可逆的大势笼罩了整座起源界 高座封神殿的人黄 即将隐恨 那是 放眼起源界与深空 那些始祖籍的巨头 洞悉到起源界再变 迷雾遮拢了万界 透发着诡异与不祥 甚至 唯有极致有限的特殊群体 隐隐洞悉到了迷雾牢笼内 冷酷而又巨大的树眼 正在观测封神殿 空偶 万界依旧在动荡 恐怖的迷雾淹没了封神殿 巨型树眼距离封神殿的区域 开始拉近 像是上苍视觉 残忍无情 观摩这座封神殿 探索人黄的本体 正黄可以洞悉到 霍乱的源头 神秘的树眼 始终没有洞悉到这里 他的面孔阴沉 大惑就这样来临了 已经触动了 注定无法回头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的反应如此之大 或许这就是西年飞龙皇的真实死因 也是魂陀大能暗中搜索的真实原因 因为但凡看到他的都死了 圣皇眼底冷光四射 原本以为还有数万年的准备时间 结果重大的变数让大决战提前了 很快到了揭幕仪式 今天的情绪起伏是无比剧烈的 圣皇刚才的话语像是无尽雷霆 轰漠在他的身心 精神面貌完全变了 他的人生是被提前安排好的 东神周断然要排除在外 无论幕后黑手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所图的就是祖庭 是人类族群的文明 但是自从军天来到起源界 始终已分身在外行走 唯一例外是西年在大威圣朝 他从猎天老祖的掌心逃命 但是当年的军天 还没有恐怖到了被大祸源头笼罩吧 还有在未来的一段岁月 他都和老仙待在一起 甚至期间接触了恒叫 练天炉招魂盘等等 你为何做出这样的推测 军天镇定下来 这是我的直觉 因为我曾经观测我的历史 发现了不对劲 但是你不同 他们想要得到你背后的世界 否则何至于搞出现在的动静 毕竟现在各路始祖及巨头 都可以洞悉到起源界的问题 而在过往的历史并没有 圣皇犀利回应 以源头的强硬 你刚刚继位就能将你镇压带走了 但是并没有显而易见 他们的目的不单单是你背后的世界 你也是最终的目标之一 那么我就是试验品了 今天回想起新年神帝的话语 以及神秘消失的神圣天使 胸膛腾起了无尽的怒意 这是将其视作蚂蚁了 新年在旧宇宙 巅峰族群就在秘密研究人类的生命起源路 甚至不惜花费大代价 让族群核心成员入侵人类族群高层 想要到取到完整的起源经文 纵然说 他们不承认人类族群的成功 但是对人类的文明 却也红到了极致 这才是真正的大变动 今天紧握着拳头 强行冷静 思考如何打破困境 他现在已经无法离开封神殿了 可见隐藏在幕后的大鳄 不准备让他继续成长 唯一庆幸的是 他们并不清楚军天现在的状态 不知道他和旧宇宙的源头感应了 不清楚他在地子路在创新高 三重领域地子化 斩神剑 万道兵 棍元柱 瓦块植物 这是军天目前的底蕴 现在 我们还有机会 圣皇和仁皇两位 改变起源界大格局的皇者 在这里秘密交流 始终徘徊在封神殿的粗大因果线 一直在搜寻军天的踪影 这片魂陀大能缔造的世界 快要撑不住了 起源界则是沸腾不断 世界依旧在震荡 疑似宇宙末日劫难 即将击沉整座起源界 毁掉一系列的生灵 展开大灭绝 看来出大事了 牛认为活在迷雾牢笼中 看不清楚危机的源头 不要看他 帝女严肃提醒 道险与混沌黄泊开始阻击领域 是在东神州进行的 目前出现端倪的敌人上 不清楚他们阵营的变化 以帝女的恐怖神诀 发现源头对准了封神殿 那片世界已经成为了战场 身躯冒雪的人 黄并非真身 仅仅是代替军天党劫的化身 这让帝女稍稍心安 她们还有极为有限的时间去抗衡 师弟 大概是看到了真正的源头 不知道这一次 她能不能撑得住 帝女想到了新年离开封神殿 军天神神叨叨忙活塑造分身 便是明白了这劫难 与万界权柄有关联 真正的源头 比神帝隐藏的还要深 能顺着万界权柄 威胁到军天 莫非是封神殿规则缔造者 棍盾黄玉感大事不好 她们正在以神念交流 内心纷纷腾起了惊骇情绪 这可真的是识破惊天 无边的大祸就这样笼罩了她们全部 帝女建议分批行动 这祸端端然能和神族牵扯上关系 道贤和混沌皇可以率先潜入深空 以待时机 原本帝女想要回归东神州一趟 但是发现整片起源界彻底被迷雾笼罩住了 已经无法逃出这片宇宙牢笼 好大的胃口 这是要轰杀我们全部吗 道贤面孔冰冷 道我大概明白黑龙皇为何要死了 过乱源头 唯有始祖及巨头才能洞悉道 起源界从一开始就存在大问题 人族各路大能不寒而栗 难道这片世界 仅仅是幕后黑手的游戏场 空谋起源界沸腾出的音爆声越演越烈 众生惶恐呼唤人黄 它已然成为了宇宙末日来临前众生唯一的信仰之柱 帝你大概是看到了 一照因果思线持续浓烈 包裹住封神殿 如同裹住了大粽子 这让他心急如焚 因为观测深空中 发现各路道统 始祖及强者在航洞 向着起源界开始逼近了 泪幻加上外敌 神帝又扮演什么角色 天哪 这一刻世人恐惧发现 立身在祖庭上的人黄 承受不住在军裂 冒出大片雪光 充满了外太空 恐怖莫名 人黄暴毙了 满世界都是哀嚎声 看到人黄四分五裂 躺在起源台之上 正在无声无息死亡 众生的信仰 从这一刻开始 真的是全面崩塌了 怎么会这样 举世轰动 恐怖的变局无比的血腥 幕后黑手更加毫不掩饰 到底是谁操控这一切 快要发现这片特殊蛆了 军天冷酷转身 全身荡漾出滔天战斗火光 毅然决然走出了这片特殊的时空 重新踏向了封神殿 轰偶 这是人黄在极致复苏 纵然浩瀚无边的信仰火光绑架了自身 以他的强硬 弟子鹿的体现 依旧可以稳得住 第二个人黄 起源界一片轰动 转折点来得太通然 置身在迷雾中的身影 看起来璀璨绝伦 正在持着斩神剑速力 此刻 回荡在起源界的音爆声 以及快的速度远去了 疑似死亡大劫走向了终结 原本世人认为 刚才或许是人黄在渡劫 但是起源界的变化天翻地覆 很快个大势力的强者震撼到了极点 深空某些道统的强者已经撑口结舌 万界荡漾出了涟漪 天道法则在各地轰鸣 那是至高更迭 离大谱了 人黄继位才二十年 竟然要羽化登仙了 人黄现在就要走了 封神大战还没有开启 新的时代就这样来了吗 二十年就羽化登仙 这这也太离谱了吧 我原本以为人黄数十年后 要对神族开战 结果就这样离去了 大势风暴不可逆 至高权柄在更替 人黄的名号全面从起源界除名 甚至封神殿的上空 仙界投影显照而出 笼罩了穷顶 疑似在攻营人黄羽化登仙 这一劫生死难料 败了就彻底输到底 人黄天下众生细于你之身 郑皇怀着沉重心情远走了 想要破局 需要从源头区域攻破 入场券很可能是军天的生命 但必须要确定仙界坐标 第1159章登陆仙界 那是传说中的仙界 起源界动荡不堪 封神殿的巨变让举世强者的思维有些跟不上 时代的变化终究太快 历代走出国至高神的道统 已经震撼的无以复加 因为他们清楚至高登陆仙界的过程 是极致神秘与特殊的 过往的岁月以来 谁见证过仙界 与化登仙更犹如谜团 但是因为一代代流传 世人早已信以为真 然而在这一刻 仙界的投影显照在封神殿的上空 门庭宏伟神圣 疑似通往更高的世界层面 如果说大祸的源头与仙界有关 混沌仙门的大能 猛的师生 难道自古以来的羽化登仙 仅仅是骗局不成 不可能 金河仙体他们目前还在兴奋 温葫芦全身发颤 他们金河仙门曾经走出过两位至高啊 难道最终前往的是大祸源头 不 金河仙体沉闷低吼着 不及上千万载岁月的至高更迭 羽化登仙如果说真的是骗局 这个局未免太深太恐怖了吧 谁会相信刀魔的脸色阴晴不定 倘若羽化登仙预示着王 那么他们算什么 起源界的众生算什么 人类族群的历史算什么 文明要颠覆了吗 原皇感同身受 如同曾经原陈百步他的命运 现在起源界的众生更是一群实验田鼠 不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 将晚清他们的情绪失控 死死盯着前往仙界的影子 人皇即将抵达仙界 前往大祸源头 其间他们无法和军天联络 甚至军天也没有任何抗拒的举动 人皇就这样去了仙界 混沌城轰动成片 这里距离封神殿极为接近 黑书狠狠吸凉气 对于不清楚仙界与大祸有关的众生而言 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有些不对劲 太仓促了 即便是匆忙上路 总要告别 龙云情绪紧张 高耸的胸口猛烈起伏 情感上难以接受 认为军天在被迫远走 望着军即将登陆仙界的影子 龙云总觉得他这一走 毕生都没有重逢之期 这温神终于走了 对于封神殿内的原始族群 恨不得看到人皇现在就消失 永远都不要回归 深空则是一片死寂 有些强者感到刺骨的含义 通过族群违规及至宝反馈的画面 起源界壮落迷雾牢笼 历代至高更迭 到底存在什么隐患 起源界的格局 从没有改变过 这些试验田长大的韭菜 既然熟透了为何不割走 而韭菜还认为在羽化登仙 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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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空尽头 神帝发出意味深长的话语 审视着登陆仙界的影子 看似强硬 实则犹如可怜的爬虫 胸围成果将要图做嫁衣 起源界 就是死亡绝地 深空各路始祖巨头正在和神帝碰头 起源界的变化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这就是第108次封神大战吗 彻底宣告终结 千界大门 看似辉煌 宏伟 壮阔 对局是起源者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 但是对于走向仙界的人狂而言 以他恐怖的神爵 超强的洞悉力 认为就是恶兽流血的巨嘴即将把它给搅碎 纵然他不去 仙界之门早晚将它给吞掉 整座封神殿就是巨大的坟地 咚咚咚 军天步履变得沉重 他这一走不清楚还能不能活着回归 军天陡然间回眸 俯视着苍茫万界 惊气神暴涨 翻腾出如海的战斗火光 神威盖世 他的身影并不显得单薄 终究是一位盖世弟子 终究是从诗山学海中闯出的战神 历尽生死 何惧最终一战 我乃天地之主 无论这片世界存在任何问题 都有我来进行解决 人黄化与铿锵 在璀璨瑞霞中腾空 在浩瀚大势中崛起 壮弱地者高悬 无与伦比的自信与从容 恭送人黄 众生猛的呼唤 大吼 曾经他们渴望人黄缔造新的辉煌 横扫身空 引领人族一脉大势全面崛起 改天换地 但是现如今 他要远走 登陆仙界 众生送上了祝福 最终 君天的身影走向仙界门庭 紧接着封神殿这片区域恢复原貌 仅有人黄彻底从起源界消失 就这样结束了 这就是羽化登仙吗 人黄最终去了什么地方 举世强者热议 但是在深空的目光中 这些立身在迷雾牢笼中的声明 那些辉煌数百万年的道统 就是一片井底直蛙 众生依旧坚信仙界是至神至圣的 依旧认为这就是宇宙运行的规则定律 没有什么值得可以深究的 现在只能静观其变了 牛魔王心头发紧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刚才军天可以奋力爆发 但是他没有 则是平静前往仙界 人黄已经不是弱者了 他有他的决定 有他的考虑 原来 这就是起源界的仙界 起源界背后的世界 最真实的一面 没有世人预想中的物华天宝 风景如画 仙气阴云 仙界就是彻头彻尾虚构的 这片得道非仙之地 天地是完全昏沉的 气候无比恶劣与冰冷 暴雪滚滚 遮天蔽日 这里就是兴奋的源头 穷凶极恶的世界 宇宙寒霜淹没了天地 风霜浩荡着 横古以来从未停止过 在这等恶劣生存环境世界 军天的身影显得孤寂了 像是迈入了死亡绝地 全身生命精华都要熄灭 冷物质漂流 其冷无比 足以动略大能 灭绝亿万生灵 像是回归到了寒冬季 回归到了旧宇宙末年 翁 军天的身影赤胜爆发 生命精血蒸腾而起 身躯壮弱不朽神炉在燃烧 照亮了这片昏沉的世界 军天万步在天地间 平静与从容 似不朽帝王 神威依旧在 来到尽头 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坟地 流着血 内部传递出铁锁的碰撞之音 饿鬼的哭嚎之音 一座巨坟 抵在最前沿 疑似起源界的尽头 军天深邃的瞳孔内万物在生灭 洞悉力无限狂飙 审视着巨坟 撞落在观测死亡之海 犹如起源界的海眼在转动 在巨坟内部的世界格局中 大能算什么 纵然是始祖极强者都要暗沉 因为太过宏伟与深沉了 在8号的观测中 军天洞吸到了让他变体生寒的血腥画面 心脏自主爆发出震震惊雷之音 深深触动他的内心 纵然他有准备 有了类似的推测 但是他的心还是阵阵发颤 历代起源界的至高权 他们的躯壳 壮若干湿 漂流在坟内 透着无比惨烈的气息 但更多的是绝望与恐惧的波动 他们都死了 军天面孔阴沉 整座恐怖的巨坟 犹如巨大而精密的绞肉机器 以某种规则运行 闪烁出各类奇异符号 那些干湿 那些人皮 都是残破的 没有价值的 但是皮层铭刻着一族文字 标注的应该是各类实验成果 人黄 淒厉的吼声传递而出 巨坟的深处 还有活着的生灵 赫然是欲加至高 刻满诡异符号的铁锁 捆绑住欲加至高的身躯 勒紧到皮肉内 顿时皮开肉栈 喷射大片血光 像是无数触手钻入他的体内 钻住了欲加至高的五脏六腑 正在全方位分析他的肉身结构 滚 滚开 欲加至高发出恐惧的话语 大能要被折磨的蜂魔 确切的说 这是在实验 研究人类肉身结构 由内而外进行解析 轰 巨坟就是超级实验基地 由恐怖车轮横过 碾爆了欲加至高流血的残区 炸裂成一片血雾 阿 惨叫声传出 堂堂至高 沦落到这个下场 然而他未曾死掉 巨坟内部流淌着各类大药精华 短时间可以重塑 欲加至高爆碎的身躯 记录生命重塑的过程 欲加至高恨不得原地爆炸 撕碎灵魂 彻底从世间除名 谁都不想成为可怜的小白鼠 甚至 有时候冷物质倒灌 冰冻欲加至高的身躯 人体各项指标沉睡 精神意志渐渐混恶 最终精神全面熄灭 当然他短时间能从冰冻状态转醒 显然这是巨坟在分析他的冬眠状态 疑似在研究人类文明的冬眠手段 呵呵 哈哈 君天池剑塑立在巨坟外 披散的黑发乱舞 忍不住仰天大笑 满腔的欲怒 无处发泄 纵然他和欲加至高有恩怨 但是堂堂执掌万界数万年的领袖 就这样沦为了实验田鼠 这是整个人类族群的悲哀 历代至高神 数万年一次更迭 更迭的时间为何不同 因为在培育各类超级试验品 等待他们在掌握万界权柄的过程中达至实验标准 就等来了羽化登仙 一旦成熟 犹如当年的圣皇 洞悉到这片世界存在问题 结果羽化登仙 坠入聚焚中沦为实验田鼠 在这期间 遭遇与经受的折磨是难以想象的 同样 这是聚焚在分析各式各样的人类族群基因 远古年间就开始布局了 军天寒一刺鼓 他大概是明白了 新年祖庭撤退到破灭海 坠入这座禁忌孤岛 起源界便成为了实验基地 联想下一族研究生命起源路的机构便是清楚了 这个试验机构规模之大 超出世人的想象空间 当然他想不通 神帝和幕后黑手既然是作局者 曾经他们到底是如何来临的 又如何布局的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了 军天想到了更残酷的问题 幕后黑手为了研究人类族群的生命前置 从而模拟出了新年人类族群的生存现状 这就是起源界远古年间的纷争 弱小的人类族群 犹如曾经旧宇宙的人类族群 在这里成长 毕竟在旧宇宙 人类族群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弱小的卑微的 可以说都要历经大灭绝 后来才研究出了生命进化体系 模拟生存现状 就是为了更好激发人类族群的潜质 从而培育出最完美的试验品 这就是起源界试验田最原本的构架 在这个过程中 深空或许仅有神帝了解 它也是实施方案者 根本不在乎各族的死伤 仅仅想要营造出一片适应于人类挣扎的恶劣环境 不及千万载的骗局 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实验 更好的研究人类族群的肉身密码 从而为他们族群研究生命进化路提供方案 哈哈 君天怒急而笑 上千万载的历史仅仅是实验 起源界各路道统相互较量 最终觉出的至高 仅仅为他们培育出了实验田鼠 轰偶 昆尘的苍穹 轰然间呈现出巨大的树眼 心红与深邃 盘踞在苍穹尽头 正在居高林下俯视着君天 仁皇自古天道循环 冥冥中自有定数 再为期限已满 立刻归位 莫大的话与回荡实验基地的源头 威延而又高远 像是遥远时空传递而来的最高铁则 宣读仁皇最终的命运 第1160章举世无至高 这座流血的巨坟 埋葬着历代至高神 杰出成就者 他们最终的归宿是何其的残忍 或许吧 这个试验田历经的计划太长了 但是神帝他们根本离不开这片孤岛 仅仅可以通过禁忌计台传递实验成果 也或许 类似于这等实验基地 宇宙各路巅峰族群都有 不单单只针对人类族群 只要是适应于他们族群可以更好解锁前置 这些手段仅仅是过程罢了 军天怒发冲冠 全身沸腾着杀意拔地而起 充满了整片虚空 震动了整片大地 空 树眼赤剩无比 投射出巨大的因果丝线 刹时间笼罩住军天的肉身 散发出至高无上的意志 让其立刻归位 军天遭遇了恐怖的镇压 巨型树眼投射出的因果线无比浓烈 撞弱万界镇压在肉壳之上 离谱到了可以粉碎一切大能 纵然是始祖级的巨头 都极难抗衡镇压 万界压身 动辄都要形神俱灭 你只有这些话要说吗 军天通体神功暴涨 帝子路盛开 耸立在轮回迷雾世界中 可以隔绝部分因果丝线的压制 上苍不可逆 威严的话语轰落在天地间 这片实验基地都在轰鸣 漫天浩大秩序法则形成了大漩涡 全面锁住了军天 天狂必有祸 军天怒视着上苍 神威浩荡 冷喝道 我乃天地之主 举世共尊 万物共败 你是上苍又如何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审判我 坑腔 军天猛地拔地而起 提着斩神剑逆冲苍穹 脚下浮现出了轮回之桥 穿透了法则漩涡 向着上苍法眼所在的世界延伸 他的境界 他的体现 让痛不欲生的愈家至高震撼 面临上苍法眼 他没有一丝反抗的资格 动辄都要形神俱灭 愈家至高在心里低语 西年 圣皇的话语是正确的 唯有人皇才有资格破局 但是时间太短暂了 在他登陆仙界的前夕 早就身不由己 已经被神圣天使控制 囚禁龙云逼出军天也是迫不得已 简然 上苍无法监管到东神州 更担心人皇渡海离去 故而有了那件事 西年 圣皇在他登陆仙界时刻 想要通过他定位到仙界 尝试动心某些真相 奈何最终没有看出什么 西年圣皇也在蛰伏 暗中壮大 等待军天崛起 结果事发突然 最终之战就这样提前来临 一旦败亡 起源界还有什么未来 天道不可逆 上苍不可辱 上路吧 上苍法眼蔓延出刺目神光 犹如一颗恒星在焚烧 在他深邃的树眼世界 是迷雾牢笼 是起源界 当心 欲加至高忍不住嘶吼 这是什么样的体现 整座起源界都在他的秩序覆盖当中 谁能敌得过他 他们又算什么 被圈养在牢笼内的蚂蚁窝 空偶 上苍法眼都未曾动手 引领万箭内辐射出的一兆丝线 源源不断俯冲而来 克制蚂蚁窝冲出的蚂蚁王 给我开 无穷压力蔽体 军天怒急而狂 精气神无限暴涨 身躯壮横骨不灭的太阳星君 璀璨绝伦 仔细看 军天横击的路上 茫茫亿万君的因果丝线 正在以恐怖的速度在消退 确切的说 是军天转动瓦快 代替他承受众生因果 尼果真是人类祖庭选中的人 上苍只眼的瞳孔略微一缩 隐约间窥伺到了祖庭的信物 不过因为轮回脉络的深邃与庞大 期间没有看出究竟是什么 轰 军天池剑杀来 斩神剑 万道兵 混原柱 三大至宝同时间从沉睡中醒来 一时间沸腾的能量风暴 震动了实验基地 无穷的迷雾炸毁了 到处都是恐怖的黑空龙 对于起源界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这里毕竟是天道本源汇聚之地 期间发生如此规模的震动 起源界断然被影响 快看 那是什么 起源界一片轰动 万界都在摇颤 厚重的大地崩出了裂缝 许多山岩都倒塌了 烟尘滚滚 预示着很不好的未来 朱强仰望着苍穹 发现了无比深邃的裂缝 更看到赤圣与恐怖的身影 但是因为距离太过遥远 景象看起来飘忽不定 我隐隐洞吸到了人黄的波动 莫非在登陆仙界的路上 遭遇了强者阻截 赤人心颤 莫非仙界距离起源界并不遥远 纵然看不到真实的画面 但是因为规则风暴轰落 起源界不稳 有些道统的山门都崩出了大裂痕 险些举足崩塌 举世皆今 他们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疑似另一片世界翻腾出的大战 可以摧毁始祖极巨头的无上战力 正在持续焚烧 魂陀大能疯狂推算 想要运算出上苍藏匿的地点 先借真正的位置 如此才能展开反攻 否则起源界就是上苍的能量池子 帝女通过日月双轮 清晰感应到军天的状态 她施展节道 展开更为精准的定位 轰偶 军天大发神威 斩神剑锋芒爵士 撕裂出通往上苍法眼的路程 整个法眼赤身无比 吞吐万界威压 这等攻击力无比的恐怖 动辄可以碾碎始祖即巨头的肉身 让其形神俱灭 然而万道兵金飞溪比 融合生命种族的核心源泉爆发的瞬间 兵器化作了深邃仙洞 交织出违规及至保秩序 煞时间抗衡住了万界之力 杀 军天大吼 挥动大剑斩在法眼之上 一万重天道规则炸毁 恐怖剑光攻击到内部世界 欲要将其彻底撕毁 仁皇 欲加至高大为震动 军天硬生生以斩神剑洞穿了法眼 接着混元驻轰了上去 让其四分五裂 欲要彻底崩坏 他吸凉气 难道就这样赢了 毫无意义的挣扎 铁鼠可以威胁我吗 轰然之间 炸毁的法眼对面 竟然凝练出全新的法眼 还是那么冷漠与残忍 在斩 军天横击而来 万道兵壁体 斩神剑极致爆发 显照出图神灭仙的篇章 见光亦万众的喷勃而出 与此同时 军天的元神与画灯仙 开启八号战天碑 无比冷静分析这片世界 必须要找到彻底摧毁上仓的办法 轰面这些意志承在无毫无意义 军天接连展报五大树眼 这一刻发现了端倪 整座剧坟才是上仓真正的生命本源 唯有展报这里才能灭绝上仓 轰 军天身躯倒转 双手钻紧黑暗大剑 向着剧坟立劈 蝼蚁 剧坟浩瀚 灰红与壮阔 撞落起原界的生命海眼 恐怖无边的黑洞 在这等格局的笼罩过程中 世界漆黑如墨 万道兵仅能散发微弱的光泽 可以遇见何等不仁 斩神剑的锋芒无限锐 随着海眼转动的时刻 都要撕裂九天神魔 磨碎骨来无敌者 囚禁一照生命 扑 军天猛的渴雪 海眼对它形成的冲击力太可怖 犹如一望无际的黑色大洋 镇压在躯壳上 万道兵震动起来 强硬如同它的轮回仙体 若非覆盖着轮回脉络 瞬息间都要千疮百孔 啊 军天忍不住低吼 感到了弱小 像是蚂蚁要在剧坟前炸毁 天道审判 众生皆为草芥 无的世界没有任何逆天者 剧坟辐射出的黑暗秩序 化作巨大的天道之手 咔嚓一下子攥住了人黄 咔嚓 巨坟裂开缝隙 但却无穷之大 像是低于深海 那天道之手攥着军天的身躯 将其狠狠拍到里面 欲加至高面如死灰 败得太彻底 随着巨坟闭合 深入大渊 吞灭众生 军天全身发抖 刚刚坠入其内 数不清的规则秩序化作无穷的触手 牢牢攥住他的身躯 研究他的生命状态 哈哈哈哈 君天满嘴鲜血 陡人间大笑 似颠似狂 坠入死局 看似绝境 实则是他故意为之 这也是走了险着招 否则已上苍的状态 根本无法将其弹掉 自古天道循环 这就是你的定数 上苍法眼发出冷漠无情的话语 转动巨坟秩序 解析君天 天狂必有祸 我命由我不由天 君天的眼神犀利而可怕 充满了某种魔性 目视着上苍 似要否遂万古 一瞬间 整座剧坟颤抖起来了 挤满了这片世界 向着起源界开始无限蔓延 那是众生恐惧 瑟瑟发抖 都要全部栽倒在地上 那种波动 源自于君天的体内 犹如禁忌物件焚烧起来 无比的恐怖 射人 都要粉碎万古诸天 杀进上苍